這輛雙層巴士叫烏醉狗,真名叫丹拿A型,你有沒有見過呢? 這輛亞比安維京55型號,就是香港最後一輛沒有冷氣的單層巴士 當時以行駛新界為主,所以車內的空間亦比較闊落,方便乘客擺貨 這個展覽除了展出兩輛古動巴士之外,也會展出大大小小的物品 例如車票、制服、通告、模型等等,讓大家可以回顧香港巴士80年來的歷史 例如六七暴動之後,巴士公司人手短缺,令女性終於有機會藉此進入職場,成為車上的售票員 這件就是女性售票員的制服了 不過,這條路也不容易的,首批女性售票員之一的麗姐就說,她家人一開始不知多反對 那時我們十多歲,進入新工作很難過,因為家人一定反對 因為我們女性做男性的工作很多是不喜歡的 我媽媽也不喜歡我,但追我九條街 我跟她說,我說你給我一個機會,我也給我一個機會公司,我為人民服務改善生活 兩位前巴士車長也分享了一些過往駕駛最舊的趣事 我開7號和7號B,九龍塘尖沙槌,駕駛這車也挺辛苦的 它會打腳,你知道嗎? 如果你反彈,那隻腳或是絲絲縮縮或者不夠分 落而不落之間,便打上來了 司機在後面那邊有一條橫鞅 剛剛才頂上來,那條橫鞅頂著你的腳 你以後就不用開工了,一定是看醫生 那個熱度令到那個腳的毛完全沒有機會生出來 油都被它掉掉了 另一邊就是沒有那麼熱 還有一樣,我們很多時候還沒上車之前 就像現在撿地一樣,去撿快些紙皮 就凍在自己旁邊那個引擎那裡 但是不僅僅,你還要用一瓶礦泉水 瓶去入水,淋濕了它 那你可以頂得到兩輪車 展覽將會舉行至11月 各位巴士迷,千萬不要錯過了 但是,我只要吃夠了 然後,我可以吃到一天 就吃到一天 如果做到一天,就要吃到一天 那天,就要吃到一天 就要吃到一天 煮一下 就要吃到一天 那天,煮到一天